大家好,我是蜜斯基,就基基基基第一声的基 我们现在呢要去腾冲和顺古镇的图书馆 腾冲这个地方还是蛮特别的 为什么说它特别呢? 就这边人的书都读得特别特别好 它这边有一个腾冲一中吧 它一中今年总共有800个高考的学生 其中700个都是过了一本县 剩下的100个全都是本科生 没有一个人就调出本科 这边的人就据说非常非常出众教育 就哪怕父母就是赚的钱不多 基本上大量的钱都会用在就是小孩的教育上面 而且这边的老师师资力量也是很强的 他们很多本身就是腾冲的本地人 在这边读了书之后呢 就想要去回馈腾冲 所以又回到腾冲在这边教课 所以就是一代一代的学子都从这边出去 而且这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乔乡 很多人在过去呢 读好书之后呢 就会去考成乔名啦 就出国这样子 所以这边就除了马帮 就是很多的好的读书人 我们现在到达他的图书馆了 这边据说是全国最最大的一个乡镇图书馆 里面总共有十万册的藏书 这边也是要台阶走上去的 河顺图书馆距离古镇的正门口并不远 进门左转就到了 进入那里也需要出示景区的大通票 这座图书馆是由湘明和乔明集资建设 于1924年建成 实习而上之后 还有一个平顶拱门 在这里能看到胡适提字的图书馆匾额 也能看到李时书写的文化之经时刻 好大的一颗三角梅 要上这个图书馆 还得登几个台阶呢 毕竟这边是依山而建的一个古镇 这整个古镇就是得上上下下 所以在这边估计没有什么胖子 大家吃饿饭都得运动 图书馆的主楼 是一个两层五开间的木质结构房屋 比较特别的是它两个突出的六角亭 萌窗整体风格上面显得比较稀释 所以也算是一个中西合璧的建筑结构 图书馆的一楼是报刊阅览室 这里的装修相对古朴 所以也成为了游客真相拍摄文艺写真的地方 后来才知道 河顺图书馆也是可以介约书籍的 你需要将信息告知图书馆里员通过它来取书 窃书 这也是俗称的壁馆式图书馆 馆内最珍贵的部分 还要是主楼身后的藏真楼 收入其中的大量古籍 都是当年的马帮通过西南丝绸之路运回的 这个是98年建成的 西式建筑 这里有一万多次真本古籍就是藏在里面 这些真本古籍有的在沈图书馆里面都找不到 这些是普通外开放的 平时呢就是开门开窗防潮通风 这样来保养 经过藏真楼往左手走就是蓝院 由于国庆的缘故 这里还有很多爱国教育展览 在这里我们很幸运地结识了博文强制的副馆长引引药 视频中的很多介绍 实际上就是从他那里听来的 他还与我们说了缅北滇西那段抗日的历史 也说到了藤中湘民为了给远真君提供粮食 翻山越岭 即使饿死自己都不舍得吃士兵补给的故事 眼前的公共区域就是供应读者 在天地自然间阅读的一个场所 今天不是有拍到那个俗美还有风唇吗 实际上真正的那个门房 在这边在文革的时候就被断成了这样 然后昨天看到那个门房是仿的了 藤中就是一个有文化也出产文化人的地方 来到藤中大家一定不要错过和当地人聊聊天 我觉得就是那个和顺这个名字吃的好了 和顺 就是这样 家和万事顺嘛 也是这个意思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和顺的小镇 不如评论订阅点赞哦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